各位主港嘉賓,各位來賓,各位參加講座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各位出席,今天由地產代理監管局主辦的公開講座 改建有風險,租馬要留神 首先我代表監管局,是要向各位主港的嘉賓表達我們的謝意 包括是謝志堅拆樓師,莊富全律師,忠兆權博士 以及今日為我們主持講座的胡國威先生 多謝幾位在白忙之中秋空,聯同我們監管局的同事陳宇景律師 從不同的專業角度,同大家分享一下租或者買,附有改建工程的物業時 我們應該要留意的風險和細節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地小人多,寸金尺土 為了用盡每一寸空間,有些業主是會改動物業的間隔,甚至是一些結構的 例如大家常見的是有,將一個房間改為兩個房間 又或者將兩個房間打通成一個房間 又或者將廚房改為開放式 更甚就是見到新樓的樓底高 是會加建多一個國際的 這些是我們非常常見的改建工程 但常見是否等於安全呢? 是否等於合法呢? 會否被定為是一些違例的構築物呢? 其實物業的業主在進行任何改建工程前 其實都應該諮詢專業人士的意見 避免將來要面對一些安全的問題 甚至要承受觸犯建築物條例的風險 在買家來說,如果你們扣入富有為例的建築物 扣足物的物業的話 除了會有安全風險之外 其實會影響到銀行的股價 甚至是按揭的申請 如果租客是想租住這一類的物業的話 其實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要慎防這些改建工程 在結構上是可能有危險的 會影響自身的安全 如果你們是透過地產代理買入 或者租住有改建工程的單位的話 在作出任何決定之前 其實是可以向代理查詢 那個物業是否有為例的扣足物的存在 事實上,地產代理是有一定的職責要做的 他們是需要就所有處理的物業進行土地查冊 仔細查閱查冊的記錄 是否住有建築事務監督 發出的拆卸命令 或者是修改違建工程的命令 如果有的話 就要看看這些命令 是否獲得遵從 如果未遵從的話 代理是應該如實告知客戶 並且提醒業主 需要遵從命令下的要求 另外也要提醒業主 如果違令是有後果要付的 至於買家方面和租客 代理也應該要提醒他們 在買賣或者租住 附有為例扣足物的物業的時候 有風險 以及應該先尋求法律的意見 這裡是至為重要的 最後我想提醒各位消費者 在計劃租或者買賦 附有改建工程的物業之前 設計做好事前的功課 深思熟慮之後才好作這個決定 希望今天的講座 可以加深在座各位 對改建工程的了解 未來我們監管局 會繼續舉辦不同主題的講座 向港大市民提供更多有用的資訊 最後祝大家一個充實的下午 多謝各位 謝謝韓女士